大家好 歡迎來到智庫通的Fintech全方位 現在金融科技對大眾來說都不是一個陌生的課題 但怎樣可以再加深認識呢? 例如區塊鏈的技術應用 現在新聞經常看到的NFT等等 還有央行推出的數碼貨幣 怎樣令金融世界又出現一些變化呢? 就要和兩位都可以提供到 一些相關技術的人士 業內人士一起談談 Haron 你好 你好 Kennyf 你好 大家都知道為何金融科技突然之間 好像離我們很近 過往大家覺得 那麼深的東西或那麼新的東西我未必會用 但疫情真的改變了很多 其實你們自己的觀察所見 疫情底下的新常態 金融科技對於一般大眾市民來說 最大的改變在哪裏呢? 其實這方面我想已經進入到日常生活了 其實在去年年底 這個世界銀行和這個世界經濟論壇都出了一份報告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平均去看 都有超過10%的增長在應用金融科技 這個無論是在一個虛擬資產的交易 或者是一般的電子支付 甚至財富管理都是一樣 有些地區 甚至是去到45%的增長那麼高 所以已經在不同的生活方面融入了在裏面 那麼以你所講 其實就是真的那個使用率都增加了那麼多的時候 那麼我作為業界人士 其實有沒有都需要真的因應這個需求急速增加 而調整自己公司的策略呢? 其實我們都有的 那麼我們的管理團隊 其實在幾年前都已經開始了一種模式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有一個重心 還有有兩個重要的支柱在裏面 那麼重心就是說 我們會和我們的客戶一起去共同去構建一些 應付未來需要的運作模式 那麼這個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那麼也是怎樣可以令到可以和客戶去落實一些 真是比較上貼地的東西 也都符合到他們最終客戶的需要 那麼那兩個支柱是什麼呢? 一個就是人才方面 那麼我們會和本地的學術機構 那麼去合作去讓現在的學生去先體驗 即入職之前都讀書的時候 先體驗一下究竟Fintech是什麼一回事 那麼另外就是在他們畢業的時候 真是想投身Fintech這個行業 那麼我們來到公司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program 或者我們有經驗的同事去帶著他們 等他們去快些成長 那麼而另外一個支柱呢 就是利用這個跨地域的優勢 那麼我們在這個大灣區和亞洲的其他地方 都會去設立一些創新和研發中心 那麼利用不同地方人才的專長 去達至到最理想的效果 找我們客戶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 其實剛才說到金融科技 是可以的範圍很闊的 如果細分少少 你覺得最落到普羅大眾那裏 他們用些什麼多呢? 其實可能大家會不會覺得 電子支付的使用量 或者現在說是一些線上交易 其實真的會是一個主流呢? 其實如果一般大眾來說 支付可能已經大家用患了日常 那變成了未必很覺 有什麼不同了? 是的 但是在這個形式上 可能有一點不同 有些可能大家未必會在意 譬如說今時今日去買東西 譬如以往舊時的世界 可能大家儲信卡積分 或者商鋪積分 那今天的世界可能已經是 即是你直接在商戶上 可以用到一些金融機構的積分 是的 所以其實一直有一些很不顯眼的轉變發生 而譬如說你付費的時候 可能亦都在網上交易 亦都多了不同的模式 以往可能 一定要收一個SMS去確認 那今時今日的世界 可能就多了少少方式去做到一個保安的效果 而亦都個效果體驗會更加好 那大家最想知道的 其實真的當央行推出數碼貨幣的時候 對於整個金融體系 以及一般的市民大眾 其實他們的生活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 其實是中央銀行貨幣的電子形式 它是屬於法定的貨幣 是由中央銀行發行 用於替代現金的支付工具 與現有的法幣其實是同等價值的 經濟學上其實是流通中的現金 近年來 因為越來越多銀行的用戶 期望銀行可以提供更加快捷的跨境轉賬 那更有效率和更低成本去做這些轉賬的話 而可編程的數字貨幣 就可以解決到跨境轉賬中 代理銀行這些那麼複雜的流程 令到跨境轉賬可以更加快捷 更加容易追蹤 另外央行數字貨幣 其實可以幫助中央銀行 可以更嚴格去監管資金 因為我們剛才所說 可以在資金上進行編程 就可以更加容易追蹤資金的流向 以及可以更快至更有效率地去檢測 欺詐和洗錢的行為 而CBDC其實和一般大眾所說的虛擬貨幣 好像比特幣或者加密幣的穩定幣 其實是不一樣的 當中主要有四個不同的分別 第一個是央行貨幣其實由國家的信用支持 其他的基本價值是等於法定貨幣 相對比特幣來說是十分肯定的 第二點就是央行貨幣的誕生和發行 其實不依賴任何礦工的 單純來說 他是國家貨幣政策主導的 第三點是央行貨幣其實允許中央銀行 確切地知道誰擁有什麼 而加密貨幣剛剛很相反 因為它的匿名性令到中央銀行 知道誰擁有什麼 最後一點是央行貨幣和加密幣的穩定幣 是不一樣的 穩定幣其實是一種與另一種資產掛鉤的加密貨幣 而CBDC根本上就不會和法定貨幣掛鉤 它是屬於法定的貨幣 Kennifer 實際的影響又在哪裏 央行貨幣其實分開兩大類別 第一種就是批發型的CBDC 另一種就是零售型的CBDC 批發型的CBDC主要是應用在銀行間的大壓結算 以及跨境跨幣總的支付 而零售型的CBDC 可以應用在所有個人個體 又或者是機構個體 可以廣泛用於各類型的小壓交易和支付 簡單來說 每一個國家其實正在研究CBDC的原因 是因為它想提高國內和跨境的支付效率和安全性 另外亦可以促進保衛金融和金融創新 以及最後去維護金融穩定和協助貨幣政策的實施 Kennifer 另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存不存在不同的國家 要鬥快在CBDC的進程當中 有沒有說哪一處已經是進程 或者現時來說大眾的接受 或者認識已經是比較上成熟 即是國家的一些比較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 暫時有81個國家 而這81個國家 是代表了超過90%的GDP 都在探索CBDC的技術 好像在香港、泰國和瑞典 在2018到2021年間 就完成了不少CBDC的方案 並發布了不少和批發型CBDC相關的研究報告 報告包括關於新型結算中心的設計方案 跨境結算方案 以及在CBDC平台發行國家債券 而內地就在2017年開始了 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工作 人民銀行在深圳、蘇州、鴻安、成都 以及2022年北京東奧會場的場景 開展了多個數字人民幣的試點測試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數字人民幣試點場景已經超過132萬個 當初覆蓋了生活繳費、餐飲服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政務服務等多個領域 另外歐洲、美國和俄羅斯都分別在2021年發表了 需要開發數字歐元和數字美元的計劃 並將於2022年正式開始 根據香港金管局的數據 香港在批發營CBDC的成熟度是排名全球第一 在未來我們相信當CBDC被廣泛採用的時候 結合了區塊鏈所提供的智能合約技術 金融產品將可以迎來巨大的創新 到時我們可以預期會更多的公司 願意投放更多的資源 在金融科技開發的能力 將可編程的CBDC 結合到他們的金融產品設計 以至銷售流程上 令客戶體驗大大提升 而成本則可以大大地降低 除了要認識央行數碼貨幣之外 還有另一個議題 大家都說 很多名人效應出現 就是NFT熱潮 技術上層面又可以怎樣解讀 和未來的趨勢會是怎樣 稍後回來我們和Howard和Kenneth再談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Fintech全方位 我和兩位談談 因為講區塊鏈的話 可能很多市民或投資者 都會認為一定是跟加密貨幣有關係 由此開始認識 但其實區塊鏈的技術 應用範疇真的很廣 現在講的是另一個最新興的熱門之一 NFT 非同質化代幣 先問一下Howard 為什麼NFT會成為投資市場其中之一的熱話 以及它的特性又在哪裏呢 其實NFT 為什麼會突然間成功 或者有這麼多人關注呢 其實它滿足了市場上一個很大的缺口 第一個例子 就是以前我們未有智能電話的年代 大家都想到原來有一個智能電話之後 有很多東西都方便了 做的時候快了安全了 NFT其實很類似 在今時今日的世界 沒有NFT的環境 如果大家要做到一些交易 或者擁有一些尤其是電子平台的東西 其實是用一些比較上次一等的途徑去做 亦都要承受一些可能地域限制 或者交易的風險 所以當NFT一出現的時候 其實就正正填補了這個缺口 其實它在幾方面都幫到 包括一些參與者 其實裏面可以說直接受惠有五個團體 或者群體 第一個就是創作者 第二個就是一些粉絲 例如你喜歡音樂也好 喜歡藝術愛好者 電影 或者甚至直接是 可能一些電子產品遊戲之類 第三個就是一些交易的營運商 第四個就是收藏家 第五個就是一些活動的營飯商 因為其實在今時今日的世界 可以有一個例子可以講一講 大家去一些演唱會 或者其他不同的看話劇也好 那你去買票的時候 仍然是沿用了很多年的童敬 還有一些你黃有票或者想轉手的時候 有很多問題 也都未必能證明到你去過這個活動 作為一個粉絲來說 可能很重要的事情 去支持過某一個劇團或者明星 在今天有NFT的世界 其實很簡單在APP裡已經可以做到 在APP裡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個例子 就是這兩個徽章或者貼紙 其實就證明了我可能支持過某一個遊戲的開發 或者去過某一個活動 在這裡其實可以令到很多東西很多元化發生 在將來 譬如說這些可以令你將來參與不同的活動的時候 可能又可以多些優惠給到你 或者你在將這些NFT轉手給其他人的時候 亦都可以透過這些平台 很簡單就可以給其他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可能如果那些是一些藝術品 或者是實體現實世界的一些商品 其實那個擁有權的轉樣 比起今時今日要用很多紙 去面對面去做 那個形式上亦都會方便 Harratt 其實正如你所說 NFT可能是一個未來 但是發展趨勢究竟會怎樣 現在我們看就已經覺得很火熱 或者是個別的NFT藝術品 成交金額會很高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趨勢 可能大家的參與度會高了 以及你們公司 怎樣把握當中的機遇 其實你剛剛看到 通常的價錢比較吸引了 在一些頭條上 這個有少少年度 可能因為是用加密貨幣去做交易 隨著價格波動會有這個影響 但是撇除價格方面的考慮 其實這個發展的潛力是很大的NFT 因為它其實無論跟虛擬世界 近實體世界 和實體世界的活動 或者物品都可以連上 可能提一提什麼是近實體這個 term 其實在今天的世界裏面 有很多活動 比如說一些體育項目 有些粉絲可以組一隊自己的球隊 選擇不同的球員 大家去根據現實世界比賽 去獲得一些分數 有些世界性的網上比賽 有NFT的出現可以令NFT變成獎項 例如每一個球櫃最終哪個最高分 你就拿了一個這樣的獎項 以往可能給獎杯 你自己藏在一個櫃桶裡 沒有什麼用 NFT你可以展示給其他人 每個人都知道 沒錯 當然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廣泛性可以很大 因為剛才提了可以連到實體世界的物品 譬如說房子、車子 譬如說可能我們三個看上去一個很漂亮的別墅 想一起去買一個大家擁有權 今天這個世界可能要做很多文件 在付款的套餐上也比較複雜 但NFT其實它有一個性質 除了獨自擁有之外 也有另一種可以有共同擁有 所以在這些層面 你就可以想像到在一個平台上 已經可以完成了 給一個擁有權參與者 或者你去付費 今天仍然是一個初步階段 中間又有一些事情要去厘清 譬如說你作為一個藝術的創作者 那今天的世界 你一個實體一幅實體的畫 那你賣給了另一個人 可能當中包括一些權限 即它可不可以去展示 那這些 即是很多細節 很多細節 在今天的平台上 可能每一個平台都不同 所以當你買了一個NFT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將那樣尤其是電子媒介的創作品 你可不可以拿它去展覽 或者是作為一些租出去收取回報 這些可能要很小心去處理 但是這個就正正帶出了它 為何可以這麼多元的原因 因為其實今天的世界 已經有一些發生的例子 就是說譬如在遊戲上高 那以往大家玩遊戲 就是玩遊戲 沒有那麼多形式 那今天的世界可以說 因為你玩得久一點 可能你有些物品已經不再適用了 那其實可以容許你租給其他新的玩家 亦都可以讓你帶到其他遊戲 所以其實可以支持到更多的創意去發生 那最後就是說 在這個技術上高 那大家也要留意就是說 因為今天其實大家所說的區塊鏈 其實有很多條鏈 而每一條鏈都有類似的服務去提供 包括NFT 那大家可以想像是 譬如說一些商場 那這個世界有很多個商場 每個商場都有類似的商店 那最終誰會跑出來 那大家就要很小心 譬如說你在A區塊鏈裡 買了一件NFT B區塊鏈也都可能有同一件NFT出現 那究竟最終這個世界會演變成怎樣 我自己都覺得可能將來 會大家有一些成立一些共同的機制 或者互相承認的機制 跨鏈的溝通 令到這件事發生比較完整 亦都符合到更多的法規 即無論是稅務上 或者一些客戶審查上 令到那件事更加圓滿 最後都想問一下 因為你們公司的規模 其實這幾年都越做越大 多了很多業務的範疇 其實你怎樣看 怎樣可以繼續做得更大 以及真的想做一間可持續 以及保持有增長的公司 有些甚麼成功要素 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有三個大的方向 一個就是去繼續了解業界的Heartbeat 我們叫做 我們一開始講過 我們同業界 其實是用一個共同創新的模式 而這個亦都會去繼續 因為要真真正正 可以將一些計劃落實 而達到一個最佳的效果 就必須要去用這個形式去處理 第二個就是 那個企業的文化 我們會有 讓同事知道 我們一個共同的使命 就是去創新 就是Fintech 這個是很重要的環節 而亦都是大家要理解到 一個共同協作的形式 一個很大的 Teamwork element 在裏面 因為大家明白到 科技日新月異 單靠一兩個人 其實是處理不完 而我們亦都涉獵了兩個範疇 即金融和科技 其實以往是分得很開的 今時今日 即是你怎樣令科技人去認識金融 金融的人認識科技 所以這個元素亦都很重要 以及不單止這樣 還可能是跨地域性 因為不同的人才或者客戶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業務 第三樣最重要 當然是誠信 即在金融業 其實這個是很關鍵的一個要素 而我們的同事雖然說 我們不是一間金融機構 但因為我們服務金融機構 所以這個我們亦都給同事一個 即他要知道是一個重點 最後就是去培訓我們的同事 除了我們會早一步去跟這個學術機構合作 給一些在學的同學去參與一些計劃 或者去認識金融科技之外 其實當他們來到我們公司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計劃去幫一些新畢業入職的同事 而去更加快去認識不同範疇的知識 而所有同事也都會由我們教有經驗的同事 去分享不同範疇的知識和經驗 除了剛才說過 一些科技上或者是網絡保安上 甚至乎一些金融法規上等等的知識 都會跟我們的同事去分享 令到他們的工作更加試本功賠 金融科技已經成為了 我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經營者就要以一個創新的心態 去繼續想多些新產品、新服務 而我們作為用家都要以一個開放的態度 去接受多些和認識多些 今天還有一次多謝Harvard 和多謝Kenneth的分享 多謝兩位 還有IFTA亞洲金融科技師學會 贊助播出